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行政院长卓荣泰 日前是承诺将安排搭火车访花莲 今天中午卓奎在交通部长李孟燕的陪同下 搭乘开往花莲的火车 而这次的行程也终于不是勘灾 而是到花莲部落丰年纪做客 观赏木兰足球联赛 行政院长卓荣泰承诺将安排搭火车访花莲 8月17号的中午 卓奎在交通部长李孟燕陪同下搭乘开往花莲的火车 这次行程也终于不是勘灾 而是到光布乡马泰安太巴郎部落丰年纪来做客 不仅坐在位置上看着部落族人唱着传统歌谣 手还会跟着摇摆 嘴巴也会跟着哼唱 行政院长卓荣泰脸上满是笑容 跟着花莲县政府原民处长 以及原民会主委带领下来到光布参与风年纪 很高兴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庆典 我知道风年纪的意义就是每一年 在这个时候来纪念我们的祖灵 谢谢我们的上昌 谢谢祖灵 在一年当中祝福所有的族人平安顺利 并且一一的走到各个阶级的摊位 受到部落族人的热烈欢迎 除了参与风年纪感受阿美族文化之外 也颁发了文化礼金 协助部落推广传统文化 接下来卓荣泰晚间的七点 前往花莲县丽田径场观赏台湾木兰足球联赛 以行动宣示花莲已经安全 可以安心旅游 记者高双双光复香采访报道